我記得恰恰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用手把便電箱錘爛 我沒有是他手爛掉 風哥的演出也是真的好爛 從雕像爛 現場爛 業配也爛 全部都很爛 哈囉大家好 野球乾淨杯又來到第五集啦 好我們在第三集的時候講到王伯龍受傷 結果他後來就真的受傷了 已經找到原因了 然後當然有人給我這個 北海道鬥士隊出的王伯龍加油旗 不知道為什麼在北海道要出客家花布 王伯龍 伯龍你是客家人嗎 不要再消費客家人了 伯龍我是客家人啊 客家人很講CP值的啊 客家之神懲罰你 害你腳受傷啊 伯龍乾杯啊 日本啤酒 北海道Sapporo Yeah 把伯龍放在這邊 伯龍 伯龍陪伴我 因為恰恰有印象 自己覺得恰恰真的是 中華職棒的救星啊 好在他那時候沒出國打 或是突然傷腿 因為到後面打放水啊什麼的 就是大家撐下去的人 其實都因為恰恰 然後我第一次知道恰恰是 2001年吧 陳志遠剛好進來 兄弟下 兄弟開始3.8那個時候 然後那時候陳志遠比較紅嘛 然後恰恰就是一個 只會打右半邊的人 然後又長得很遠 手背又很爛 大家有看過恰恰 有看守三壘的時候嗎 爛煩 完全不會守備 恰恰也是有成長 感同身受是恰恰跟我在打球的時候很像 因為我手背非常爛 手背很爛的人就會被丟到一壘 跟右外野 會被丟到六外野 就是表示本來想找你當投手 但你丟不進去 就是我啊 這次看影對賽 我覺得恰恰人好像是真的蠻好的 大家都很喜歡他 每個教練都說 恰恰姿質質沒有很好 但他很認真 就是魯蛇也可以出頭見 恰恰恰 謝謝恰恰 我記得恰恰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兩個 一個是之前3.8的時候 總冠軍賽的打得很好 然後再接下來就是他 用手把編內箱錘爛 沒有是他手爛掉 不是編內箱爛掉 是他手爛掉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跟收買大福打 雅井賽吧 我們好像就打兩次安打 一隻是橫進鋒打 另外一隻就是恰恰打 我說哦 原來我們跟日本的距離 就是太恰跟陳金鋒 雜魚 我原來是這樣 因為那場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特立屋打工 前天贏韓國嘛 然後第二天就有人搬了電視 我們在裝那個天線 在看那個雅井賽 旁邊是賣塑膠櫃 我們在塑膠櫃裡面藏了一個電視 然後看到大概第三局 經理就在擺工作 不要再看了 不要再看了 去工作 讚 那樣9比1的樣子嘛 接下來要跟陳金鋒 讓中華職棒繼續增下去 不然我們現在就沒有 野球甘蔭杯這個節目 我們現在可能是足球 足球甘蔭杯 我覺得基本上算是蠻感人的啦 反正我們台灣人的特殊就是 我們什麼都要做到 但我們什麼都要差一點點 我覺得這誠意還是有啦 感受得到台灣人 有點零工的誠意 像神圓教練出來 我覺得那些都很感人 豐哥的演示演示真好爛 真的太爛了 從雕像爛 現場爛 一切都爛 業配也爛 全部都很爛 不知道在幹嘛 豐哥在隱退之後 反而變得更好啦 我覺得他最近代言那個雄鋒 雄鋒丸 我覺得很讚 紅色民隱退之後看 佩吉代言什麼 橘子吧 台灣甘橘代言人 恰恰 阿 GC蠻捨不得的 GC就是 而且我覺得他贏對也是好感情 就是媽媽出來 因為他是媽媽帶大的 我小時候只能跟媽媽丟球 他也是被排擠的小孩 然後日本今年也很多人退休 羅德隊那苦苦而言退休 他也是從我小時候野球魂 自帶一路陪到現在 我那十幾年前 就覺得沒有看到這些人退休 因為現在退休了 跟我們差不多年紀的人 就覺得 哇我們真的老了 因為以前退休沒改革 以前退休的人 年紀比我們大 現在退休跟我們差不多同年紀 我們覺得 哇真的老了 完蛋了 我覺得台灣今天選手 就是你喜歡的選手退休 我覺得是好事 表示你之後在社製島球場 就看得到他們了 王金勇啊 陳毅信啊 我之前還打過那個誰 林世青的球 哇好強喔 打不到 他還是打卵士的 卵士的滑球是槍掉下來的 完全打不到 接下來我們就有跟 黃正銘對決的機會了 清源和博的隱退 那時候人剛好在日本 反正他清源和博就是 塔蒂金嘛 然後又是 日本指標人物 他的隱退就後來找那個 小舞隊紅蜻蜓的那個原唱 他都最喜歡他 那個人 反正是瘦瘦的偶像歌手 後來跟清源和博一樣 變很胖 變整個人超大隻 可是還是彈一個木吉 木吉他就變超強 然後就在他面前唱 那個紅蜻蜓給他聽 然後清源和博在那邊 拿著花在那邊哭 然後小朋友拿著花在那邊哭 對啊我覺得那個蠻感人的 但我覺得 反正隱退也不要太感人 比較好 清源和博後來也是很慘 荷博啊 荷博 不要再去夜店啦 喝醋 對 而且Closer是騰山丘爾 好開心喔 印象多人都很難 但是會不會是麻煩你覺得 有 2004年的紅蜻蜓隊 他們是外卡 然後就一路打一路打 每年總話一年賽跟陽雞打 我為什麼說那一年 因為那一年我要去當兵 那一年的整個雞蜻蜓 我全部都有看 我就每天買雞殺喝啤酒在那邊看 我那個雞蜻蜓胖10公斤 結果當兵第一個月瘦10公斤 全部都回來了 紅蜻蜓隊那一年就是 對陽雞隊的時候是3比0輸掉 接下來連贏四場 然後再接下來對紅雀連贏四場 連贏八場 破魔獸 那一年很爽 可持運來那個腳還斷掉啊 不是腳斷掉啊 攔血啦 破掉不是斷掉 那一年我真的印象最重的 這幾年外卡啊 也不是這幾年 50年前 我覺得美國有30幾隻球 這個外卡OK啦 其實我覺得外卡就是一個 變財的方式啦 外卡跟那個什麼 過箱啊 還是拿那個什麼 消災解惡卡 我覺得是一樣的東西 那就是職棒聯盟練財的方式 但反正大家看棒球就是想要花錢 長大之後我覺得最開心的事情就花錢 現在沒辦法開心 開心不起 他怎麼辦 然後就花錢 所以大家不開心是因為沒有錢 花錢就是爽 總黃金市場一漲一千塊 好我買 去那邊球賽不好看無所謂 花了一千塊 爽 因為這張票一千塊 爽 對他現在可以打卡 欸我花了一千塊買到張票 大家都沒買到 全台灣只有三萬人買到張票 對我是沒在看球 我在那邊喝酒 然後結束 耶 這樣 台灣的話知道啦 台灣才四對 不是這個跟這個 就是這個跟這個啊 但我覺得外卡不錯啦 因為外卡 之前都是每年冠軍 國年冠軍 這樣打完就沒了嘛 可是現在多一個外卡 就是好像多一個刺客 所以我們台灣十個還要一堆 一堆打完就去後三 第三名的決定戰 沒有人要看的啦 班上有四個人 我考第三名欸 那大家要跟你拍手嘛 就沒什麼好拍手的啊 今年上半季 是NAMINGO冠軍嘛 接下來有個外卡打進來 今年的外卡跟下半季的冠軍 就是有一對很落寞 這樣 沒有人要管他 統一嘛 你們不要再素糖了啦 統一 素糖不是你們解決的方式 遠離毒品 我覺得 《中央之棒》 應該要想一些其他的花招啦 比如說一整年的 用一整年的戰軍去組 我覺得比較合理一點 然後之前還有什麼金冠軍 金冠軍是我看過最蠢的東西 世界上最蠢的東西 兄弟有年金冠軍 上半季下半季都是冠軍 那怎麼辦 那只好其他隊一起陪他打一場 假的總冠軍賽 又誰要打 然後觀眾沒有人要看啊 應該想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方式 比如說比 全隊什麼安打術啊 或是台灣的紀錄賽變成 你可以跟其他隊交換兩個球員 之類之類的 所以總冠軍在打進去嘛 比如說更統一 因為你吸毒過多了 哈哈哈哈 叫換兩個健康的球員 用我們的兩個球員 跟他們換兩個球員 可以換高國輝 跟看需要誰 洪洪城之類的 反正不管誰啦 就是 我要換一張牌 換牌 對 像普克牌這樣 外卡的不能換 然後下半季冠軍可以換一張 想一些遊戲來玩啊 可以花一百萬 聽你那個 什麼Foolhouse 不會打 把台灣職棒當遺囑打就對了啦 遺囑關進去的時候 一堆人找 什麼科班球員 要怎麼打 到底要怎麼打 找一個現役的高中國手 我平常都打一百三的 球一百四十五 我要怎麼打 好啦 也休乾硬杯 第五集就到這邊結束啦 隱退的球員 祝福你們之外 特別替王柏龍加油 王柏龍雖然火腿隊 幫你做了一張莫名其妙的旗子 但我們都還是愛你的 王柏龍 雖然我知道你是萬丹來的 日本的紅肉餅很難吃對不對 忍下去 加油 王柏龍加油 王柏龍 希望你那個 不要回來打十二搶了啦 祝你那個 明年拿到一億日幣的年薪啊 王柏龍乾杯 這一季送給王柏龍 還有恰恰 然後 我們從此也要繼續徵求我們的美女主持人 經過兩個禮拜的參考 我已經降低水準了 只要漂亮就好了 不一定要懂棒球 謝謝大家 就可以大家趕快把各位的履歷 還有寫生照片 寄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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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也是我乾硬杯等你喔 下一集再見 掰掰